大家好,我是來到2K的視頻 今天有一個有趣的想法 假如最近20年的2K封面人物分成兩隊 哪一隊可以奪冠呢? 所以畫面上我是將2K4-2K13的封面人物放在一隊 然後2K14-2K13的就放在另一隊 值得一提,這個封面人物我指的是標準版 不是其他版本 介紹一下陣容,我就直接講這個開始的年份 所以2K4這隊伍有Michael Jalen、KG、Maggie Johnson、Larry Burr、Gobe、Shakir O'Neal KD、Gisbalo、AI、路斯、格芬 還有Ben說的是Ben Wallace 哇,這個陣容真的升降一入 當然啦,都是2K封面人物 2K14這隊伍有 立邦、詹斯、Luca、字母哥、居里、KD、夏登、大米、AD、艾榮、鮑羅、佐治 D Book 和Jaya Williamson 如果只看評分的話 應該是2K4的封面人物會更加強 值得一提的是 這條影片有一個球員是贏硬的 就是在講KD 看到在右上角 在右方就標注了各代的封面人物 KD是2K13的封面人物 同時2K15他也是封面人物 所以他是贏硬的 剛好兩隊球都是12位球員 真的很適合 所以就打過12人的輪換 究竟哪隊球可以贏呢 如果只看評分的話 看樣子就像是2K4這隊球比較強 常規賽結束了 我們看看戰績 2K4這邊是76勝6負 2K14這邊是77勝5負 都是很正常的成績 我們直接看看球隊數據 如果計算淨勝分的話 2K4是比較多的 27.9分 2K14是25分 其實有一個很明顯的差別 就是3分出手數方面 2K4這隊球的話 球員的年代確實是久遠一點 所以3分出手沒那麼高 2K14這邊肯定會比較多 看完球隊的數據 我們再看看球員的數據 大家都打過12人的輪換 所以你看到長軍得分上傷的球員是非常多的 2K4這邊KG是最高的15.2分 藍版也不少有9.2個版 KG的話是第二名 奧尼爾是藍版第一名 9.3個版 助攻Larry Blue是7.2個助攻 當然看2K14這邊 得分最高的球員是納邦詹斯 藍版最高的是自暴哥 助攻最高的也是納邦詹斯 不用說那麼多了 大家都是想看入場的畫面 所以前面幾個回合我直接無意 你不要跟我說2K4 就是東部這邊 沒有了老鷹了 行了行了 2K寵兒終於是被制裁了 好,那all on 全全順順利利來到Vinyl 西決MVP AD 東決這邊是KG 所以我們從Game 1開始Sim Case 第一場球 等一下 第一場球打到最後時刻 好像想拉開這個領先優勢 就是這樣 但是最後4分12秒 這邊是2K14 這邊是落後2分而已 2K14這邊... 你看得分的話 大家都是10多分左右 大家都是10多分 入場吧 好了,進入現場 首先 Michael Jordan 入了2個白球 接著這邊AD 轉身後 正面攻擊 Sherkyo Neo 還要抓到N1 其實我覺得這個Match Up 是昏水嶺 照看奧利爾的優勢應該比較明顯 對不起,不是N1 是N0 燈哥的3分 入完之後 板超給分 吉斯堡羅 也有Answer Ball 然後這邊轉換帳哥 奧利爾對著KD 肯定要抓他 4分分差 繼續是吉斯堡羅 飄移高拋物線的3分 還有 吉斯堡羅16分 但是最後一節 暫時拿了11分 好了 字母哥這邊 手癢癢 他也要射個3分 但確實不是他那一棒 7分分差 對於這群天王巨星來說 算是比較大 KG的中距離不入 最後2分鐘 納邦殲刺的3分 都是不入的 藍版 奧利爾收低了 講道理內線的話 應該是2K4 這隊波是佔優的 好了 吉斯堡羅 Milchum 給奧利爾 輕鬆坐進 拉開到9分分的分差 嗯 好難 紫邦哥繼續是自己單打 是不是呢 KG媽也是不錯 停了球 給到立邦殲屎 立邦殲屎要爆 Larry Bird 急停射 4個鐘距離都有 好了 探望出來了 2K4 給到Larry Bird Pose up 立邦殲屎 變成正面之後 拼了幾下 再上 游游游游 都是不入的 接著立邦殲屎 給到 登哥 登哥 踏前一步 認住MJ都有 好啦 又一個Timeout 出來了 最後一分鐘的比賽時間 基斯堡羅的阿尼屋 感覺基斯堡羅入場之後打得不錯 自己有進攻三分球 也有 跟奧利爾的配合都非常閒熟 基斯堡羅做道 基斯堡羅竹上佛球 第一波球入了 但第二波球是出來的 基斯堡羅之下 被了MJ 乘前一步 遊戲中的MJ 只可以這樣上去 很普通而已 基斯堡羅 6分分差時間 不是太多 這次進攻 耗時也不短 摔完之後很輕鬆地衝進去 去鎖瓶啦 但是留給2K14這邊的時間真的不多 有沒有犯規戰術 又開始做餘位了 AD去了哪裏呢 又開始做餘位 最後比分是133比127 第一場比2K4這邊贏了 我們錯後看遊戲1的數據 其實大家都是十幾分 字母哥就叫做多點20分 但是現在 基本上12人輪換的情況下 沒有人是上到20分以上 其實我給大家看一下 打完一個賽季常規賽結束之後 2K4這隊球已經是5.99總評了 總評方面確實是佔優 所以他們贏了第一場球都很正常 第二場球你繼續SIMK 第二場球更加不用入場 因為是贏了40幾分 41分 所以2K4這邊 雖然贏了40幾分 但是最高得分的 Michael Giardin也是20分 確實打球的球員是比較多 那邊打得比較差 13中5 燈哥的手感會比較差 15中2 居里的手感更加差 09的兩位球員打得比較頑 好,Game3我們繼續SIMK 2K4回到主場 再贏就3比0 大家都是封面人物 沒理由這麼懸殊 所以這場球早點入場 8分23秒 2K4領先 有沒有騎人20分以上 有,2K14這邊 Anthony Davis是22分 好了,進入現場 首先看到高比借一個Pick之後 擔著拿邦詹斯空中Double Crutch 的上籃 然後突破分球 基斯寶羅 Wildpin 3分命中 燈哥這波給KD 迫了一下之後 蹲下頭爆進去 最後是用新高優勢 打板命中 然後繼續是KD 也是無視高比的防守 藉著出手問3分 Maji Johnson這邊對著燈哥 也有優勢 歐洲步之後左手上 這波沒時間 基斯寶羅給高比 3分 命中 然後大米 迫起高比 突破分球 給立方尖刺 差點被KD Block了 Larry Burr 左手 歐手 命中 然後AD 中距離都有 接上來真是最殘忍的一幕 Shaquille 這波子 大米 大米說AD 都未必握得住 你找我來教飛 燈哥的飄移 3分 Larry Burr 的飄移中距離不入 真的AD都押不住 奧尼爾 好了 接著這波高比 拉開 Iso 單打燈哥過了 然後左手上籃 接著來 KG 比到基斯寶羅 迫了兩下之後 單打大米 還要做到贏 基斯寶羅 這個系列賽 真的打得不錯 燈哥這邊 打算單打高比 結果 Step Back 一招 最精彩的比賽 這邊 2K4 真的打得非常合理 其實是有奧尼爾 但是你想想 2K14這邊 全部都是現役球員 照計應該更加適合現代籃球 但是反而2K4 入場之後更加強勢 136比124 贏得第三場比賽 3比0領先 最後再看看Game3的數據 確實是夠準 你說得分的話 2K4這邊 不是有人拿二十幾 三十幾分 92中54 這個View Go 實在太厲害了 你看到整體方面 其實2K14這邊 也有50%的View Go 但是真是神仙打架 而且2K4這邊 他們都射得三分波 射得少一點 不是說沒有能力射三分波 所以Game4繼續 就是Sim Case 如果2K4再贏的話 就4比0剃光頭 是不是有點誇張呢 大家都在封面人物的情況下 差距 最後8分54秒我們入場 我免得了 我怕4比0就沒有入場機會 這場比賽 Larry Bird過了20分 而2K14這邊是Luka20分 好了 進入現場 首先看到奧尼爾的演戶非常紮實 Larry Bird上個胸腦的頭 跟拿邦尼爾果斷射過 3分都入 101平 那比單打下得過了少少折疊的座樽 Larry Bird入場之後已經非常慎勇 入場之後保持著這個狀態 接著轉換了一張攻 保羅是高拋物線的3分命中 其實潘加這個位置是Luka對位 Gis保羅 照計Luka是有優勢的 這個球Gis保羅盡量標準 Luka收到板給阿登哥 3分命中 這場波2K14這邊好像打得不錯 Gis保羅這邊也有回應 這個賽算是這樣的 Luka放了阿里屋給了AD 這個對位就沒辦法 Gis保羅已經盡力了 AD Catch & Foot的3分都有 今次這場波2K14真的打得不錯 最後兩分半鐘還有時間領先6分 按照打法的東西他們應該是無縫連接的 Larry Bird 他也射了3分 他來到這個領袋也是無縫連接的 Larry Bird今晚就30分了 第四季拿了17分 參考結束之後 2K14這邊給到Luka ADC的Pack完全擋住了Gis保羅 又回到6分的分差 接下來了時間 2K14這邊都會利用Luka這個點 確實到Gis保羅是有優勢的 2K14這邊繼續找Larry Bird 今次不是射球 但是AD釋放了這個意圖 給到立邦詹斯 這邊Pack一下沒有出手 AD 給到立邦詹斯 又給到AD 留意Luka 出來拿球 接著AD放一個Pack Luka完成奧尼爾 最後是一個仙女散花 強硬拋出去 Larry Bird Step back 這個動作不錯 但是不進 挺乾淨利落 Luka 對著Gis保羅 Double Team來了 傳出來登哥的3分 這個球就很關鍵 最後1分鐘 9分的分差 始終還是有優勢 Larry Bird的3分 錯了 好 Larry Bird是3分全中 縮到4分的分差 還有價格 全場緊迫 給到燈哥 最後還是決定下手 Gis保羅下手 燈哥第一發入了 第二發不進 還有一線的心機 KG給到高比 第二發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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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到Larry Bird衝進去內線 是捉到 鮑羅佐治 第五次發炮 我差點以為Larry Bird又要外線發炮 現在已經是37分 38分 可以說是Carry球隊 大家都知道12人輪換 本身的分數就不高 好 密基斯保羅的辦法 是Luca走上發球 Luca的發球 第一發彈出來 甚至是有絕殺的機會 第二密入了 兩分的分差 是真的有絕殺的機會 最後19.7秒 交給哪位球員 是Mircle Giardin Mircle Giardin在場下 是差不多的 他上到場都是確認球員 高比 控球的 看樣子可能要高比 執行Light Shot 基斯保羅走到一邊 都有點空位 都給到基斯保羅 Luca的防守都叫做多位 給到Larry Bird的3分 這個球如果Larry Bird再進去 他就爆斬40分 大隊獲勝 真的是場下的 Mircle Giardin 今晚回去也要充杯茶給他喝 所以借什麼 還給129比127 2K14 贏回場 接著來的Game法 我們繼續SimCase 2K14贏了一場 這場球還要回到主場 Game法 上半場的話 去到第四節的時候 看看2K14這邊有沒有追 第四節最後階段 最後5分05秒 胡人這邊單折 不是胡人 不要說胡人 2K14這邊單折 贏了6分 那些評分大家看看就OK 基本上都是10多分左右 最高都是 嘩 2K14的KD 是斬低28分 之前都說過 KD是贏夠硬 哪一隊球贏他都肯定奪冠 好了 進入現場了 Michael Giardin這邊已經下定脫心 要單打登哥 左手拋頭不入 奧尼爾有板 值得提的是 AD已經淘汰了 所以其實2K14這邊 是沒有正牌中鋒 字母哥可以客串一下 這個球叫做頂一頂KG 其實最後都有點干擾 都能入到 Marco Giardin的3分都有 這場球好像很積極 這樣假射真傳 被Sherky和Neal讚 被字母哥Block了 然後 納邦詹斯轉換3分命中 最後2分鐘的比賽時間 而K4這邊是領先4分 Michael Giardin 還在場上 這場球真的很活躍 AI的3分不入 KD 推上來前場 納邦詹斯 其實納邦詹斯這個球可以跑進去 然後就放Aliok草樽 居里的Step Back 3分命中 追到1分的分差 而K4這邊 對位的球員 原來是AI的 好 AI 很明顯是即逆檔次的戰術 找Michael Giardin 接上一個球 沒有踩界的Step Back 中距離 好緊張 這場球真的很活躍 不像是2K15的Michael Giardin 好緊張 登哥拉開ISO單打 有些空檔 3分出手命中 嗯 是不是要隻抽 是不是要隻抽 那就全世界走開 給他們隻抽 哎 真是隻抽 Michael Giardin 回過頭 單打 登哥幾下跨下運球 怎樣 登哥叫做記錄得住的 迫幾下強硬上 8把命中的 OK 到你了 登哥 到你了 全世界走開 給他們兩個單打 來了 登哥 這下過了 最後中距離 有些干擾 其實可以走進去拋頭 也可以 回過頭 繼續是即逆檔次的戰術 套給Michael Giardin 男體輕鬆上入 還要捉到居里的犯規 哇 這場過Michael Giardin 這麼積極的 加拔命中 好了 那2K14 這邊發邊線波 給到登哥 都還是處於ISO模式 飄移的3分 太難了 也都不要想著 什麼搶藍板的東西 又開始做月位了 最後是落手了 居里的犯規 也都不要想著搶藍板的東西了 A4R內線又更加是被大鯊魚佔命了 AI走上罰球 兩罰全中 2K14 這邊用完最後一個Timeout 不要射3分 哇 登哥還打算是ISO 但轉了兩次 還是大鯊魚佔命 結果被Michael Giardin 出了 出來居里再霉幾下 還要射2分 入了也沒用 所以Game Fire給分 131比124 這場方Michael Giardin打得非常積極 感覺這個系列賽沒有我預想中的刺激 每次入場 我覺得2K14都打得蠻好的 上一場球雖然輸了 但Larry Bird打得不錯 總體來說他們是佔優的 最後FMVP給了KG 這個我懷疑是個Bug 因為這幾次入場 我看不到他有什麼突出的表現 好了 賽後這個畫面 我們又看到這個Bug 其實我已經感覺到 因為真的入場KG沒什麼存在感 Larry Bird 特別是第四場Bug 真的打得很好 我想他才是真正FMVP 19.8分 其實夠多 12人輪換 5.2個版 7.4個助攻 所以都是這班OG 就拿下了這個總冠軍 2K射到2K13的封面人物 恭喜他們 當然KD一組就已經贏了 OK 今期的視頻到此結束 喜歡的朋友希望多點讚 我們下期再見 拜拜